全国十大好吃米饭你吃过吗 好大米人人爱 今天就告诉您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举办的 全国十大好吃大米是怎么评出来的 入围的品牌啊 大都是大企业 只有大企业才能标准化量产大米 真正造福于民 评选的时候一共有七个标准 其中两项是在实验室完成的 农产和营养价值 剩余的五项大家要记住 第一是色泽 好大米必须有自然的米色 有光泽半透明状 其次是香气 好大米捧起来闻一下有自然的米香气 一些过度加工的大米或者沉米 就失去了这种米香 第三米粒大小要均匀整齐 如果米粒有大有小 可能是碎米品质肯定不会好 第四好大米蒸出来的口感软糯Q弹 散发着大米的芳香 第五呢是综合评价 根据评委入口以后的自身感受 对大米的评价 这就是十大好吃大米的评选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 您知道怎么挑选大米了吗 转发这条视频给亲朋好友 学会选好大米 关注大叔 挖掘美食宝藏 实现舌尖理想